大家好 欢迎回到咱们这个闲聊天的节目 今天咱们接着聊乾隆王朝 我们只要说到乾隆这一生打过的战争 肯定绕不开这一场 就是大小金川之战 所以咱们也会详细的跟大伙聊 大概能聊个三四五六七八集吧 反正聊到哪算哪 今天先开个头 先说这大小金川它在哪呢 这来源于一条河 它是大渡河上游的支流 从东北流向西南 这河两岸有金矿 所以呢这条河就叫金川 这大小金川在哪呢 大伙看这图 这是咱们今天四川省 这画颜色的这块四川省的地图 这大小金川在咱们今天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县和小金县 在成都的西北 我们看这是个地形图啊 但是图上颜色看不太清了 这成都它是四川盆地 这块是平原 再往西北走 那就是重山峻岭 而且那地方海拔高 基本上的山都是雪山 这个金川就是大小金川呢 这就在这个雪山重山峻岭之间 不知道大伙有没有去川西旅游过啊 那地方风景非常漂亮 你看咱们旅游你都得去哪个风景区 人家哪不用 处处都是风景 你在路边走着 停下来随便拍照 哪都好看 用史书上的话说 其地高峰插天 层叠九户 终有大河 用皮船和左桥沟通往来 山深气寒 多余雪 这种什么呢 种青蛤 种荞麦 其藩民皆住石雕一居 都住在石器的建筑里 很多 大了很多的雕楼 后边咱会讲到 这雕楼啊 让清军是吃尽了苦头 这一块呢 大概有这么三万多户人家 分成了大大小小很多的部落 这其中大金川和小金川 这是比较大的两个部落 其他的小部落还有很多 这部落之间也不和谐 相互的攻杀 那清廷对这个事 他管不管呢 基本不管啊 这咱们前面不是讲过 雍正和乾隆都在西南 搞这改土归流吗 这改土归流 搞的是云南和贵州 四川就金川这一带 没搞 而且呢也不打算搞 当时四川巡抚方显 给乾隆上过一封奏折 这里边呢就很好地阐述了当时清廷的态度 就说这这么多部落啊 他们打来打去啊 让他们彼此前置挺好 所以呢 不可任其争竞 亦不必强起和谐 不能一点都不管 把事闹太大了也不合适 但是呢也不用逼着他们非要和谐 想打就打 情绪啊需要发泄 他们这打这都属于同类操格 原未敢干扰内地 只要他不侵扰咱的地盘 那打就打呗 尤其这帮人啊 帮过咱忙 从前川省有劲脚之意 调取土兵 莫不如数浅发 卓勇威劳 什么时候咱用得着人家了 一直调令过去 人家的土兵马上就到 像咱们上一集讲这个战队之战 人家这就出了兵 所以呢 对咱们是有功的 那就不要管了嘛 如果这个事情啊 一直这么下去 那这金川之战就没有了 事情的变故啊 关键就发生在乾隆八年的 十一月初十 在这一天 大金川的吐司叫瑟勒奔去世了 然后呢 他这吐司之位传给了他的弟弟叫 沙罗奔 这个沙罗奔啊 不是个省油的灯 你说他有雄心也好 说他有野心也罢 反正那是不安于现状 要扩大地盘 想要吞并小金川 怎么吞并法呢 想出一招了 美人记 也不知道是不是美人啊 反正那就是要跟这个 小金川的这吐司叫责望 跟他结亲 这沙罗奔啊 把自己的女儿 也有说是侄女的 这位叫阿寇 嫁给了这个泽望 这有用吗 有用 因为这个泽望啊 怕老婆啊 泽望诺 为妻所致 有人就说了 说这世上没有怕老婆的男人 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 这责望呢 尊不尊重 咱也不知道 但是怕是真怕 最严重的一回 被他这老婆阿寇啊 带着 给带到了大金川 然后就给扣押起来了 而且呢 夺取了他小金川的吐司印信 这一下 蜻蜓不能不管了 当时的川山总督庆复 亲自出面斡旋 庆复 咱看过上集的朋友 对他都太熟悉了啊 庆复出面 这沙罗奔给了庆复个面子 把这责望放回去 吐司印信也还了 之后 沙罗奔总结出个问 总结出个规律来 这蜻蜓什么时候会插手啊 我动小金川 他就会插手 他比较看重他们 哎那行吧 那我不动小金川 这不大大小小 还有很多部落吗 我先吞并他们积蓄力量 于是呢 沙罗奔开始动正戏讨 果然蜻蜓不管 乾隆的圣旨里这么说的 说这些都是小小共杀 事出偶然 就可以任其自行消失 我们呢 不必行问罪之师 就算是哪天的闹大了 其仇杀日深 事件长大 哎 不得不管了 咱也不用派兵 咱就派人去骂他 就行了 宣遇训惠 教导他们 让他们稀愤迎人 各安生业 就可以了 为什么乾隆不愿意动手呢 这时候他就忙着呢 干嘛呢 就打咱们上级 讲这战队之战 这个战队之战啊 打的真是不怎么样 耗费了好多的前辆兵马 可是最大的问题啊 还不在这儿 最大的问题 是让大金川的这沙罗奔 看清楚了清军的实力 本来啊 什么川山总督四川巡抚 我还挺怕你们的 清军人多 还有什么净逆炮 没想到就这个实力啊 怕死 怕死你打什么仗啊 是吧 于是呢 你们连这个战队的 那个什么搬滚都搞不定 那我更不怕你们了 于是这沙罗奔呢 越来越嚣张 在战队之战打完的第二年 乾隆十二年 沙罗奔又占领了 布什咱和明正两个部落 而且呢 这回侵犯到了清军的地界 于是呢 清兵不能忍了 四川巡抚基山 出兵瘫压 哎 我不动手 这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是病猫啊 这一打 坏了 真是真成了病猫了 没打过人家 而且呢 将领还死了 千总向超选 真网 这个千总是个什么官呢 千总吧 听这名字 手下好像有一千人 其实没那么多 这多的呢 手下能有五百人 少的也有三四百 大概相当于咱们现在一个营长 当时呢 是正六品的五官 正六品品级不高 那也是朝廷的命官 杀了朝廷命官 朝廷能不管吗 这个事啊 惊动了乾隆 乾隆亲自指示 说这逆求敢于侵扰 伤及官兵 誓甚猖獗 为什么这么猖獗呢 因为咱们这战队之战 打得不露脸 不足以震慑蛮心 确实是啊 不光没有震慑人家 还极大的鼓舞了 沙洛奔的信心 于是呢 乾隆下旨 在乾隆十二年的五月十六 说之前啊 为什么咱不对金川动手呢 因为得其人不足臣 得其地不足手 那地方人又少 地方也不大 不值得费那么大劲 所以呢 我们的原则啊 一直都是 来则硬之 去则复追 他来了 咱就防守 他走了 咱也不追 但是现在朕觉得 这是不对 这 誓思 时智而时应 何如以时应之劳 用之于一举 毁穴焚焚朝 他来十四 咱防守十回 咱不如把这防守 拾回这劲啊 用于一次出击 直接捣毁 他的巢穴 这多好啊 而且咱有先例啊 汉朝 福伯将军马元 还有蜀汉的丞相诸葛亮 这都对这些部落 进行过啊 这军事行动啊 而且呢 他们很服这一套 到现在还有不少人 供奉着他们的牌位 远的不说 说近的 就前朝 明朝也有韩雍 王守仁等备 对他们能够 振以兵威 让群满胆落 坐手一劳永逸之力 这一劳永逸 这个词 打伙听着熟吧 咱们在战队之战 我们的目标 就是这个 虽然战队之战 打的不怎么样 但是呢 咱这方针是正确的 所以这回啊 还是要对金串用兵 为了避免 重蹈战队的覆辙 咱这回要策划好 好好准备 这回的目标啊 就是让这帮蛮众 迷而贴服 勇为不侵 不叛之臣 乾隆啊 想的挺好 这 这打金川呀 跟刚刚打完这战队 其实也差不多 战队咱打的这么差 一年来多 咱不是也搞定了吗 所以金川呢 也是一样 于是呢 在乾隆十二年 大清出兵了 可是这一开打 事情的发展 远超出了乾隆的想象 这一开门 就像这一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